接下來我們要上課的重點叫做昭夜跟季節 昭夜跟季節白天晚上 這裡有個圖太陽照過來左邊是亮的右邊是暗的 所以左邊叫白天右邊叫晚上 就是我們從地球上看太陽會東升熄落 太陽升起來叫白天太陽落下去會晚上 太陽為什麼會東升會熄落是因為地球在智爪 因為地球智爪的關係所以看起來太陽會東升熄落 所以就有白天跟晚上 這裡有一張圖後面會出現從這張圖可以判斷我們的昭夜長短 比如說地球這樣轉所以轉一圈白天長還是晚上長 一樣長所以這張圖顯示叫做昭夜會相等 以後會有別的圖可能是昭長夜短可能是昭短夜長就從這張圖 所以這一張圖可以讓你判斷 昭長夜短還是昭短夜長還是昭夜相等 那以後你要會這件事情 OK 那麼有一個問題 我說因為地球會自轉所以太陽東升熄落 請問你你怎麼知道地球在自轉 你從小到大應該都沒有感覺到地球在轉過 那請問你如何知道地球有在自轉 不知道有沒有猜一個答案 人造衛星不對 你再繼續胡說八道 來你們通常會給我的答案 你們通常會給我的標準的錯誤答案是 太陽東升熄落 然後有昭夜之分 所以表示地球在自轉錯 古人就知道 古人就知道 太陽東升熄落 古人怎麼說的 太陽東空每天爬起來每天落下去 上山下山嘛 所以他說是太陽繞地球轉 所以不是因為這樣 不是因為這樣 那我怎麼知道地球會自轉 有兩個方法 一個國中不交 一個國中不交 叫做火刻板 就是這上面所顯示的單板 有沒有看到它的擺面會轉 擺面會轉 這個東西可以證明地球會自轉 這個東西怎麼樣證明地球會自轉呢 自開 這邊 地球 在北極放一根 海鬥 地球會轉 所以在旁邊看 這個擺面會一天 轉一圈 四大 放一根 擺面 地球再轉 擺面會轉 不會轉 不會轉 所以四大擺面不會轉 南北極擺面一天會轉 一圈 到一圈 我們做實驗的結果 跟數學計算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我們這個說法是對的 好 地球會 地球會自轉 所以才有佛科白的現象 就是這個上面所顯示的 一個很長很長的單板 然後它的擺面會旋轉 它的擺面會旋轉 所以佛科白 會證明地球會自轉 另外一個是我國中有教的 後面可以跟你解釋 再說明的 叫做 周六運動 這個我寫過對不對 記得嗎 我寫什麼 所有的恆星 每天由東向西 讓北極心轉 一圈 叫做周六運動 記得嗎 這個 可以證明地球會自轉 我後面會解釋 我後面會解釋 它為什麼可以告訴我地球會自轉 所以這些現象都可以證明 地球是會自轉 所以我知道地球會自轉 然後後面再跟你教 地球會怎麼自轉 地球怎麼自轉 我們抓過地球怎麼自轉 記得嗎 降轉 地球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由西向東自轉 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由西向東自轉 它有個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它有個自轉軸對著北極心 所以北自轉軸指向北極心 然後呢 由西向東自轉 所以北極向下看逆時鐘 因為是這個樣子 所以等一下就要跟各位說 因此會產生周日運動 就是我告訴你的 所有的恆星 每天由東向西到北極心 轉一圈 這我們等一下告訴你 再也來講周日運動 可以嗎 可以 整個快速的 感谢观看